国民党黄国元党部今天召开考纪委员会 其中桃园部分 现任市议员李云强 党员刘又龙 李国安都因托党参选市议员 遭到国民党开除党籍 对此 刘又龙驳斥 他早在三年前主动开除国民党 刘又龙以时代力量党籍参选桃园市中立区市议员 遭国民党认定为违纪参选 今天将他开除党籍 刘又龙说 简直荒谬至极 他上个月发出声明 早就不再参加国民党任何活动 不是国民党开除我 是我不要 国民党刘又龙表示 他在2015年1月已正式提出退党申请 国民党今天煞有其事对外宣称要开除他的党籍 他奉劝国民党不要白忙了 早在三年前他就主动开除国民党 他也警告国民党不要再与弄桃园市民 以为用扭捏做戏吃豆腐的方式 就能掩盖国民党在地方长期毫无建树 他会用最实在的政策 最诚恳的方式来和拜托选民 期望打破地方派系勾结 时代力量桃园市中立区市议员参选人刘又龙 前 本报资料照 分享